活猪酒是南方农村生产出来的猪童酒 在福建、江西、贵州这些南方地区的农村比较常见 猪童酒的特别之处主要是在于它的制作方式 猪童酒采用的是把白酒注入嫩竹再养几年的方式 每年的清零前后 农民会在竹林中挑选一些生长比较旺盛的毛竹 然后将白酒注入合适的竹节当中 任白酒在猪童里发酵 等过个一两年甚至三四年之后 就能得到所谓的猪童酒了 有一种说法是 在猪童里养了很长时间的白酒 和精华 在白酒与竹子在生长过程中 分泌出来的汁水融合之后 颜色已会演变成淡黄色或者棕褐色 品尝起来除了能感受到白酒的纯香 还透着竹子淡淡的香气 腼腆温和口感十分特别 正因为这些独特之处 竹铜酒很快就吸引了不少的消费者 卖价同样不菲 前几年随便一斤竹铜酒就要卖到50元 有的甚至能卖到上百元一斤 那么竹铜酒只能有那么值钱吗 事实上农村生产的竹铜酒原料大多就是普通的白酒 价格之所以这么贵 主要是因为制作起来不太容易 竹子的生长是十分缓慢的 而且一颗生长完好的竹子 实际上只有三四节的部分 适合用来制作竹铜酒 正所谓物以稀未贵 所以竹铜酒才前几年才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不过不知为何 如今市场上的活竹酒却有些销声匿迹了 也没多少人愿意买账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活竹酒之所以能一度受到追捧 噱头其实占了很大的成分 对于竹铜酒的生产者来说 光是把酒注入竹节内就是一个问题 有媒体报道过 大多数人都是用电钻打个小孔 然后用注射器将酒出进去 这样的方法想想都觉得不卫生 另外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竹铜酒 不少都是将白酒灌装进成年竹子 再直接进去售卖的 这样的竹铜酒喝起来不仅没有竹子的清香 反而还带着一种刺鼻的味道 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竹铜酒的名声和美誉度也直线下跌 这几年还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表示 把白酒灌进新竹里的方式其实并不靠谱 一旦操作不当 凉了几年的倒出来 反倒会变成像泥浆一样的飞水 根本没法入口 虽然有正规的成产者和商家 但也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并不能扭转消费者对竹铜酒的印象 所以愿意买单的人也越来越少 你有喝过竹铜酒吗 对它你还有哪些了解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